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注意哦 有奖品了 给自己鼓鼓掌 祝你们好运啊 好了 欢乐大猜想现在出发 来看看今天我们要探索何处 林海市 位于浙江沿海中部 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历史上一直是台州辅制所在 拥有着众多的文物古迹 素有小邹鲁的美誉 始建于唐初的江南长城 是北京名长城的蓝本 一条活着的老街 至今还沿袭了古代城市格局 这里的美味小吃不胜美举 海鲜风味更是别具一格 文天祥从这里慕德乡兵 南下支援宋庭 方国珍从这里 拉起了第一支反抗援朝的队伍 齐济光率领这里的军民 誓死驱除倭寇海乱 这里民风淳朴 却又有着一股保家卫国的侠义之气 方笑如 王世奇 柔石等等 他们身上都透着一种台州式硬气 厉害了 明城 明人 明记 明特 这就是四明之城 林海 同时这里又兼具有四气 仙气 书卷气 烟火气 以及台州式的硬气 何谓台州式硬气 来吧 一起走进临海 开始我们的探索之旅 请看第一题 紫阳街是千年台州府城的缩影 全长1080米 作为国内至今保存最完整的历史街区之一 每天吸引着众多游客 是一条活着的老街 说活着 因为这里留下了整条街的原住民 天一好 街坊们都会出门溜溜弯 浇浇花 做个饭 聊聊天 烟火气十足 对于老街人来说 紫阳街就是百宝袋 道路两边的店铺既能做生意 还能居住 前店后方 中厅堂 上住人 有什么需要 出门拐个弯就能买到需要的物品 生活便利 最受游客喜爱 当属美味小吃和老手艺 百年老店王天顺 虽然一应陈设老旧 但海苔饼口味至今未改 草边店的郑大姐忙着传货 几代人手口相传 拧 馋 钩 鞭 她最懂得如何点缀作品 蔡阿姨正凿着趁感的准心 眼神虽然大不如前 但却丝毫不敢疏忽 熏熏点点决定着商家的良心 公平公正是这一行必须没守的底线 留下来的不仅是老手艺 一样还有老建筑 街口的龙兴寺始建于大唐年间 至今经历了一千多年的风雨 回普路口的辅文庙 国学课的老师 每周都会给孩子讲古说经 在紫阳街越向北走 原住民越密集 如果说前半段街区商业气息 颇为浓重的话 那后半段街区生活氛围最突出 老街沿袭了明清的建筑风格 低语的屋檐 爬墙的青苔 墙眼的要素 一堵堵带着门洞的高墙 墙高六米 超过屋顶 每隔百十米 就有一道墙将老街分割开来 这种中国古代独有的城市格局 兴盛于唐宋 至今仍不如此完整 已十分少见 那么 问题来了 请问林海 泰州府城保留了以下 哪种古代城市格局 三个选项 选项A 与理治格局 选项B 理方治格局 选项B 接向治格局 三位助裁人 请做出你们的分析和判断 石磊 你先来 泰州是一个古城 街巷的接字的话 它不太像一个古汉语当中 划分某一个地界的一个专用词语 所以我觉得街巷制格局 应该是要排除在外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履里制格局 就是我们去每一个地方 你有看到哪个地方叫什么什么履 没有 你看到什么什么弄 什么什么像 什么什么接 什么什么条 对 但是没有看到履字的 履里制格局可能会有 但是这个格局的地方 会是比较久远的 至少是唐宋再往前 甚至于两汉再往前的一个字 所以我猜是礼方 为啥是礼方啊 中国太多的地方 都会用到方字 没错 北京旁边有一个廊房 山东放风筝的围方 咱们酿酒的有酒方 酿油的有油方 对不对 十里皆方 这么多方字 我觉得是方会有这个字 会存在的 礼呢 礼弄礼弄 在南方很多的地名当中 会有什么什么礼 什么什么弄 所以我觉得这会是一个 南方的地理当中的 一个命名的 这个专有的词汇 所以我猜是礼方制格局 相较人员之里面 李和方觉得最有感觉 没错 确实挺能编 我选A 来解释一下 李方制顾名思义 李和街方制有点像人口管理 所以我感觉它更偏向于 以户籍管理为主要这个 作用的一种格局 它这个说的是古代城市格局 偏向于户籍管理的 可能就不是答案了 街巷制它一个是名字 确实偏现代一点 但更主要的 我觉得它没什么特色 街巷制你看现在哪儿 不是都是大街啊 哪儿都是小巷啊 没有特色 它这个为什么选A呢 首先这个驴礼制 这个字念驴 这个字不太常见 周礼里面也说了 叫五家为比 五比为驴 所以它其实呢 也是一个格局的管理单位吧 而且它比较早 你看它在周礼里 就有这种相关的记载 而这个题呢你看说 哪种古代城市格局 那这个A肯定是 就很古代的嘛 是啊 所以我觉得A 驴礼制更像是答案 特别之好 他仔细审题了 古代城市格局 驴礼制这个更符合 古代古早的那个味道 对 但我估计信里的人不多 别的我不熟啊 但是李芳我是知道的 我之前会看很多的那个古装剧里面 当中都会说到就是 长安城它有108方 然后南北14阶 东西11阶 所有的那些故事啊 都是会在坊间发生 所以我觉得就是李芳芝没跑了 好吧 谢谢 谢谢 三位的分析 上面在座的20位亲爱的答题者们 甭管他们刚才说了什么 抑或是没说什么 请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 人生阅历和他们刚才的分析 给出你们的答案 因为这是本场第一题 请做答 谢谢各位的选择 总有人硬姿撒爽 欲众不同 选C的有一位 选C的哪是哪位朋友 招招手 我看到你啊 那么到底正确答案 是哪一个呢 公布 答案 据记载 宋代台州府全城 分14个方 明代54方 清代19方 今天 以十字街口为中心 老街自南向北 被五道方墙分成六方 自西向东被三方墙分为四方 在唐代的时候 为了加强管理的需要 所以要设立这样一个礼坊制 然后建立了这样的坊墙 并且每一个坊之间 它会什么样呢 它会关门 晚上要实行宵禁 那么宋代的时候 随着它社会经济 各方面发展的需要 除了白天之外 它晚上还要有贸易 所以它会把这个门就拆掉了 把这个坊门就拆掉 坊和坊之间 也不实行宵禁了 然后大家都可以进行 互相的这种走动 沟通 交流 礼坊制格局 源于春秋 发展于汉代 兴盛于唐 宋朝时 随着手工业和商品贸易的发展 方门被一一拆除 没有了宵禁 商品货物能随时在全城流通 礼坊制也逐渐被街巷制取代 不过城市的格局 却得以保存了下来 你选对了吗 宵禁了 定理方式构局 耶 回答正确的有九位 回答错误的有11位 我还是要屁一个摇的 人不可貌相 有时候长得帅 他也是一个知识的极大成者 你是在说我吗 我两个好玩 孤独的小胖子 没关系 还有五个题呢 我就担心你第一招就失手了之后 你再说啥 人家20个人没人跟你走 那说到林海的历史自然悠久 那从建成以来呢 经历了一次次的风霜雪雨 又一次次的迸发出新的活力 原因是什么呢 无他就是两个字 一 去 来看大屏幕 现存五千余米的 泰州府城墙 威严耸志 东西揽圣门 以北顾山蜿蜒而上 横架山脊 树木掩映间 经朝天门走低 而后沿陵江 直达新扇门 东南侧的金山 刚好被裹进城内 山锅水城 浑然一体 黄大树与府城墙 羁绊很深 上世纪九十年代 林海要修复城墙 黄大树寿命前往北京 向建筑专家罗文哲求助 期间 他登上司马台长城实地考察 发现北京名长城的空心笛楼 竟与林海出奇的相似 这一下引起他的注意 仔细寻找 在一堆废石中 竟有七纪光北调后 修明长城的碑技 难道北京明长城 是参照台州府城墙修建的 这一想法 很快得到了全国专家的认证 那一刻 海滨小城沸腾了 人们热情高涨 争先恐后地参与到 我为长城献快砖的活动中 有钱的捐钱 有物的捐物 为家乡出一份力 全城总动员下 重修长城的物资很快就极其 但由于技术条件有限 当工程进展到朝天门一段时 大家伙却犯了难 北顾山西路既显又陡 无路可走 早先修建的城墙早已塌陷 荒白不堪 一道雨季 更是泥浪遍地 毫无立足之处 修不修 怎么修 全城人都在关注 大家期盼着城墙修好后 登高懒胜 原来这得上去 这得路了 都是泥土 横的都是山草 你能拔都拔不上去 哪方雨水呀都 所以路呢 特别泥泥 我们这个捐 就好大家 一块一块跪上去 把这个城墙修好的 就这样 林海匠人 硬是用自己的肩膀 扛出了一个江南八大岭 进攻之日 大家争先恐后地登上城墙 一同分享着 满满的自豪感和成就感 为了纪念古城重修 黄大树专门让人烧制了 可有公元1995年重修字样的城砖 我们当时在这个城墙上面做了几路 是哪个时候建的 所以这对城墙修成功是大家的力量 在烧筑的城墙上 应刻名字和时间 这一方法源自于古代 至今 林海古城墙还遗留了不少 可有繁体字样的古代城砖 那么问题来了 听 听 听 城砖上烧刻名字和时间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三个选项 选项A 追究责任 选项B 筑成荣誉 选项C 留作纪念 三位嘉宾 请做出你们的判断 于世 你先来 我觉得这个题出得特别好 因为A是个特别好的迷惑选项 因为我们中国古代 确实有叫物乐功名一出 就是你做的东西 也包括你做的兵器 做的这个砖 然后刻上你的这个字 然后来追责任 包括其实国外也有 像英格兰有段时间做面包 面包上会有一个标志 代表这个面包师 然后就能找到是谁 时间长了就变成一种商标 但这种它往往是皇家的 大的东西 比如说你要建个什么皇宫 会有这样的追责机制 刚才这个信息里也提到了 它是一种叫义务烧砖活动 那既然义务烧砖了 你还追责 这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人家都义务了 对 人家我也没要钱呢 而且义务这种事 像我们平时 经常义务做科普 我们知道 义务这种事 往往都热情很高 不会投工减料 因为要不然我就不做了 你什么呗 没错 我干嘛投工减料啊 是是是 所以我没必要去追责 说实话 刚才与时分析那一道啊 我真的已经被它套进去了 你知道吗 真的 就是它说B 做成荣誉 它首先排除的是A 但是我刚才选的就是A 你可要知道 在明代的时候 叫做兵屯制 每个人都有扶兵役的义务 你有去打仗的义务 你有烧砖的义务 这是你必须要去完成的一个职责 追究责任 为什么是对的 台州这个地方 以前是七级光抗窝的前线 对不对 那么多倭寇打过来 城墙是干嘛的 防止倭寇装上来的 翻过了城墙 那不得了啊 所以城墙的主要的责任 就是为了抵御外敌 万一这块砖塌了 我知道砖上的名字 是你没烧好 所以古代那些人 烧好城砖以后 一定要不断地观摩一下 我不是在健保 我是在看自己的命啊 今天不好好烧砖的话 明天我脑袋就搬家了 责任重大 责任非常重大 是 对 所以刚才 与时说到的第一条 就是说古代 它有一个研习的规矩 就是每一个工匠 你做好的任何的物件 都要把自己的名字刻上去 我就是要追究责任 城墙这么重要的一环 哪个地方要是出了问题 我不去找找谁干的 所以我觉得 当这件事 你们要干好的时候 责任重大了 所以我还是倾向于选择 但是刚才那个片子里 你看那个砖 不是每一块都有名字 不是啊 那它追究责任 那怎么有的追究 有的不追究 它是不是说 这个砖是分片的 这是 这是老王家的 这是老张家的 老渔家的 老池家的 每一个都是有一个 特定的一个制砖人制造的 对 这就是传说中的 专属经济区了 对 专属 我还是认同张老师的观点的 是他说完之后认同 还是之前你就认同他这个人呢 我早就认同我这个人 我就那么意思了 就那么意思了 我选的也是B 因为我觉得像我拍戏 有一个经验 就是我们开戏之前 那会有一个开机仪式 然后会在那个开机板上面 就是写上所有主创的名字 就是主演呀 导演呀 编剧呀 制片人啊 都会写上去 也是一种荣誉的象征吧 那我觉得这个修成强 这个事儿就是总比拍戏 这个事儿要更大吧 肯定更要隆重一点 会有一个揭幕仪式啊 竣工仪式啊 就是一曲同工之妙嘛 肯定也是为了荣誉而战嘛 所以我觉得就是B 而且我还有过这样一个了解 就是北大有个百年讲堂 它那个讲堂椅子背后啊 都刻着校友的名字 这个校友的名字 就是当年捐钱的 没错 这所以呢 就是一种荣誉嘛 那这个跟这个就很像 它应该归为是一份荣誉啊 而且道理也说得通啊 就是从我们前面讲 它苍苍的历史 这份荣誉是每一个 在这个城市里生活过的人 要共同捍卫的嘛 所以最后你锁定的答案 和建议大家的答案是 B 荣誉 对 刚才讲的都是可能性 盖一座城墙 有没有作为这个城中之人的荣誉感 那一定有的 但是分不同的世界 也许它责任感要大于荣誉感 那是特别现实的生死问题 当然了 留作纪念也无可厚非 我不是本地人 那我留个纪念咋地了 能拿我咋地 谢谢 三位 答题权 还在二十位的手中 请坐 打 好的 谢谢 选择A的有十一位 略占U 选择B的有九位 没有人选择C 那么墙砖上烧客名字和时间 所以刚才我们谈来谈去 拜托 你们没有任何一个提到 还有时间 只咬住名字 名字和时间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请看正确答案 七季光在台州抗窝期间 辅城墙有很多塌陷之处 官府组织大量人力物理 烧砖修器 却经常出现大批废砖 为了杜绝这一弊病 七季光和谈轮 绞尽脑汁 想出了在砖上标明时间和出处的办法 在这样重要的建筑上 他们宋队呢 我们清理理解就采取了包盖 包段 立民的 比如说 最多是你王爷修复的 包盖呢 你王爷的西令 西长就把它自刻在上面 这个砖是你王爷 哪一个抢身材的 把你刻到名字 这样呢 有个折冷剂 你如果质量好 就给你表装 许比列砖 如果你把质量做得不好 就给你借多好 注射 所以我们都采取了折冷剂 这个折冷剂 也可以说 这全国可以了一个成像 修复的西河 组织团 各位就有责任 正确的有十一人 回答错误的有九人 修复 绝嘴干嘛 现在知道神哥可托付了吗 我都已经说了 人不可貌相 长得算有错啊 还真让他给砸对了 没事 还有四道题呢 不着急 头两道题你是 一定没对 不重要 咱们往下走 所谓一方水土 养一方人 那这座古老的海滨之城呢 由一代代硬气的 泰州人亲自创造 除了耸立在那里 数百年的城墙 林海人 还创造了些什么呢 请看大屏幕 泰州自古是武术之乡 南宋时 作为拱卫京畿的基辅要地 人们心系家国 纷纷习悟参军 文天祥就曾在这里 募集万余名乡兵 抗击元朝 元朝末年 浙江沿海一带 盗费横行 海盗多有数百股 各自为王 百姓为自保 习武之风日盛 马属明出身军人家庭 自小身体底子就好 对武术格斗 他有着浓厚的兴趣 上学期间 一次机缘巧合 邂逅了师父陈世华 一通拳打下来 其貌不扬的小老头 所迸发的能量 让他震惊不已 这让他越发笃定要习武 于是 和朋友用尽浑身解数 拜了老师 马属明喜得的浙江短打 是船拳的一种 明清时期 在中国很有名气 拳术创始人 名叫方国珍 因为主要活动的地点 都在船上 空间狭小 所以招式多为 近身短打 爆发力极强 明朝时 奇迹光抗卧期间 为了训练出一支 能争善战的队伍 曾走访了大量的武师 他发现 很多拳法套路 都会有些花架子 为此 他刻意吸收具备 实战作用的招式 编写成了绩效新书 其中还专门提到了 浙江短打 并借此改进七家拳 七家军也得以在抗窝前线 所向披靡 战无不胜 拧的过程 拧的一个螺旋 我们知道那个子弹打过去 旋转 立开的时候是旋转的 可以拧的过程打 上去 你的动作可以连贯性 这个就是拳不能打老 在台州地区流行的拳法 有很多种 台州南拳 缩山拳 七家拳 每种拳法 都有着自己的特色 船拳注重腿部 腰部和臀部 腰马合一 以求操拳时稳健 经得起风浪 黑护拳招马动作 变化多端 出手带进风 刚柔相继 苏山拳 节奏名称 一招仪式刚强有力 虚实分明 讲究苏大山之力 与拳掌而发之 七家拳 博彩中长 古朴物化 实战性强 刚柔相继 缠国际靠 闪转腾越 气势磅礴 动则催枯拉朽 竟则深不可测 那么问题来了 请听听 以下哪种是诞生于 台州本土的拳法 三个选项 A 船拳 B 梭山拳 C 七家拳 三位主菜嘉宾 请判断 他我虽然不锻炼 但是我对武术 其实还比较感兴趣 为什么不合理 主要是听评书比较多 拳似流行 眼似垫 身散蛇行 腿如钻 猫窜 狗闪 吐鬼 鹰翻 莽翻身 龙探爪 头上树 古登山 除了练拳脚 没准还能练练兵刃呢 刀枪剑极 辅阔 勾插 躺棍树 往边捡锤 抓拐子 流行 带尖的 带刃的 带钩的 带刺的 带鹅眉 带灯的 带灯笼 碎的 我其实都想练 好啊 不错不错不错 但我只能练练嘴了 身体上就练不了了 说得头头是道 可你刚才那些罐口里面 可没一个咱这些拳呢 是 因为这个缩上拳 它其实有点什么意思呢 有点像把身体缩回来 再以山这么大的力量 打出去那种意思 这是你自己推想出来的 还是 根据我之前一些了解吧 我有个印象 应该是 泰州它本土的 这种拳法 然后至于像船拳这种呢 其实我觉得 船哪都有嘛 就 我家乡就很少见到船 茫茫大草原 哪开船去 我们有马拳 我们有马拳 七家拳应该是 奇迹光它 这个话传下来的 奇迹光 他是蓬莱人吧 他不是 他不是泰州人 所以我觉得 他这个不是这个答案 就会有人说了 不在这儿 不应该在这儿 我觉得 我上来就排除了 这个缩山拳 为什么 因为缩山拳呢 应该跟山有关系吧 这是在领海嘛 那 对 你说船拳跟船有关系 人家说跟山有关系 没毛病 如果说 一定要跟这个名有关 那我肯定叫吞海拳 我就不叫缩山拳 我觉得不是 那A呢 船拳的话 那船太小了吧 我觉得这个在船上打拳 这个蹦打两下 这船万一翻了怎么办 七家拳 抵御外敌的时候 然后就是从别的地方 学来了这些拳法 然后结合到一起 增强这个战斗力嘛 我觉得比较合理 所以我选C 你选拳的 你选拳是A 船拳 船的拳人 船的拳人 我就是船的拳员 船的拳员 我先排除一下 我看到这个 我第一个排除的就是七家拳 二位发现没 他老排除 我必须排除 我还真练过拳腿的 真的 过几年 我是16年开始练的 船舞吗 不是 我练的是拳击啊 泰拳啊 柔术啊 我都练 因为刚才那个 雨时说了 七光 蓬莱的 即使是带过来的拳法 也是属于蓬莱那一代的 然后为什么猜是船拳 和缩山拳二选一呢 第一 它是个领海 它首先一定要以海 作为它的一切拳法的技术 和武器的技术 所以关于这一点 我就把缩山拳给排除了 但为啥是船拳呢 刚才已经了解到了 倭寇多呀 外敌多呀 除了倭寇以外 说不定还有海盗呢 站在船上 你不得立马跟它来两下子 它这个临海 它不一定所有东西 都跟海产生关系 它除了有海 它还有山呢 天台一万八千丈 彼此遇到东南清 所以它有山有海 也不能说所有东西 都以海命名 或者所有东西 都以山命名 但是我们刚才三种拳法 都在这个小片当中看到了 它没有天台山拳呢 它如果说以山命名的话 它总得有那个拳法 而且呢 我觉得咱们中国的 很多的拳法 要么是根据它拳当中的套路 就像与时分析那样 缩回来是一座山 出去以后 它那个力量像山一样强大 要么呢 是根据地名 比如说少林拳 要么呢 是根据腿呀 或者拳台等等来命名的 所以我觉得 根据这个地方的地域特点 来命名的 可能性会大 台州什么队多呀 海鲜多 特别好吃 一定是渔民多嘛 船拳 那还来一趟海鲜拳 八爪鱼拳 谢谢 谢谢三位 这个 这个题平行而论挺难的 20位答题者请作答 选择A选项的有14位 选择B的有5位 选择C的就有A 哎呦 大姐又是您 哎呦 最喜欢的数字就是C是吧 每次有C您都参与 好棒啊 只会啊 只会啊 就有一个人跟你一样啊 对啊 我选的就是C 主要的答案都压在了A和B 而看这个比例的话 更多人相信十类 传拳 请看正确答案 缩山拳 又称短打 是传拳的一种 由远末义军首领 在台州人方国珍所创 明朝建立后 方国珍遣散队伍 缩山拳也随着士兵 落到台州各地 可以说 缩山拳是真正诞生于台州本土的拳法 好 军起单B 多三拳 祝贺 主要是我前两个都选错了 这题都没人信我了 你看 好 来 全场单独给雨时掌声鼓励一下 他终于判断对了 不容易啊 来 获奖感言 好的 说得真好 三道题已经答完了 简单统计一下 评显 答对三题的居然有三位 而答对三题的这三位呢 就在刚才那题那五个人当中 只要不被他们忽悠 就有可能拿到奖品了 按照支持 来了 我们继续 那台州本土武术呢 突出的还是俩字 有硬气 那么台州的本土美食 硬气不硬气呢 一起來看大屏幕 林海仁有句俗话讲 贪吃媳妇盼月节 意思是一年十二个月 每月都能吃到特色小吃 老街上最热闹的 当属海苔饼店 小管今年三十七岁 做海苔饼已将近七八个年头了 受益传承于老字号 同寿和 经过祖辈后期改良 海苔饼由传统的偏硬又嚼劲 变成了当下酥脆的口感 更加迎合了大众口味 最火的时候 他家的队伍 要排七八个小时之久 店员们都是熟手 擀面 包馅 甲青就熟 馅料是海苔和面粉等做成的 这是挑战食客味蕾的关键所在 小管早早备下了一整天 所需要的材料 六七名店员除了吃饭喝水 手不停工 才勉强赶上十克的购买量 如今 在小管和店员们的努力下 小小的一家店 创下了线上线下 每天最多销售两万多个的记录 人们靠着勤劳和摸索 努力创造着财富 罗振家里也经营点心铺子 他家是唯一还在做传统糕点的 正巧有人订了马蹄酥 他拉了父亲忙着赶货 传统的马蹄酥 馅料里有橘皮 吃起来清新开胃 因此颇受当地人欢迎 夫子俩合作 环节早已驾轻就熟 协作无间 母亲早早升起了烤炉的火 正宗的马蹄酥 是需要木火烤熟的 劳作中 手艺就这样潜移默化的 一代传一代 除了马蹄酥 罗振家里还能做激光饼 五人饼 羊角蹄等小吃 其中最受欢迎的还属蛋清羊尾 蛋清羊尾色泽金黄 口感软糯 甜而不腻 现炸现吃 很多来到老街的游客和行人 随手都要点上些 是一道可以上桌成为菜品的小吃 相传 蛋清羊尾是清朝时 一位来到台州府城任职的奇人官员所创 有一定的关外色彩 因为味道喜人 后来就在府城流传了下来 那么问题来了 看起来好好吃 有同感的我们掌声表示一下 天呐 天呐 小烟族带回来一些 谢谢 来 各位都品尝一下 这个馅里面有惊喜 这俩还不一样 不一样 只会吃的好淑女 我感觉这个热量应该很高 好有负罪感 你看旁边那个不怕热量的 它本身就是热量 来吧 请听 蛋清羊尾 它不包含以下哪种原料 注意审题 选项A 羊尾油 选项B 蛋清 选项C 生粉 三位嘉宾 请做出你们的判断 张语师 您先回答 它叫蛋清羊尾 如果A和B都含 这题也太简单了吧 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题 所以这个C 生粉肯定是包含的 这个羊尾油大家都知道 那个有杉味什么的 你想它做那个东西 要特别腻 你吃两口就不愿吃了 作为一个内蒙人 我好想 非奔锅选天 羊尾油的味道多美味 你以为这个不是大众 能够销售得了的 对 但是蛋清也得有 不能说羊尾油和蛋清全都没有 那你叫蛋清羊尾油 就像你说鱼香肉丝 你没有鱼 但是有肉丝 是吧 菠萝包你没有菠萝 它有包是吧 好 谢谢 所以没有的是羊尾油 蛋清泡掉的呢 就是指挥了 他把蛋清给扔了 我的想法跟张老师刚刚说的 就是很相似 因为就是 我觉得这两个 不可能都兼得吧 总要选一个的话 我肯定选那个杨伟啊 刚刚那个视频当中也说了嘛 他是清朝来临海任职的 那个八旗官原创造的 所以我之前看那个电视剧 就《铁齿头鸦》季晓兰里面 也是千龙皇帝跟季晓兰 在皇宫里面 就是也是会吃火锅 然后就会烧羊肉串啊 烤肉啊之类的 就是他们八旗子弟 就是最喜欢吃羊肉了 所以怎么可能会少了羊尾油呢 所以我觉得 我如果要排除的话 我一定是排除这个蛋清 另外一个抛弃羊尾油的 之类来解释一下 台州的主要的这个食材的特产 我刚才已经讲了 肯定是和海里的一些海产品有关的 它不可能台州还有牧羊人吧 没有牧羊人啊 所以它如果说没有羊存在的话 怎么可能里面会有羊尾油呢 首先我觉得这个就直接排除掉了 哦 然后蛋清就像刚才 与时日分析的那样的 说咱们中国的食品当中啊 它很多名字是占一个形 然后有它中间的一个食材 比如说菠萝油包 像菠萝它里面有油 是个包 夫妻废片 没有夫妻有肺片 东坡肘子是东坡爱吃的 它是个肘子 没有东坡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它是长得像羊尾 所以它是形容它这个形的 形容这个形的 蛋清呢是为了让它蓬松 口感好 生粉呢也是为了让它口感比较好的 所以我觉得蛋清羊尾不包含羊尾油 好了 谢谢各位20位 我们的答题者 不要轻易被他们之间的这个 做迷惑了 我们有自己的判断 请做答 选择A的人有14位 选择B的有3位 永远有人选择C 所以今天最大的赢家是C 甭关哪道题C都很有存在感 而C是被你们三位拍除掉的 那么究竟正确的答案是哪一个呢 不含哪种食材呢 一起看大屏幕 蛋清羊尾制作前 要将鸡蛋青黄分离 留取蛋清 打发后适当加入生粉 方便定型备用 带油锅加热到一定程度 迅速用豆沙线裹上打发的蛋清 下入锅内烹炸 蛋清受热膨胀 像极了羊的小尾巴 所以人们将它取名为蛋清羊尾 正确的案 A 杨伟游 哪个男生是高兴了 能不能看看我们观众答题的情况 正确的有14位 答错的有6位 其中有好几位是选C直接错掉的 正确的 对吧 对了一个 之类对了几个 我应该错了一道 对了三道 我咋不相信呢 好 我错了两道 对了两道 御师 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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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算了不算了 好 我们继续 成龙实类刚才所讲的 到了这里怎么能不吃吃海鲜呢 哎呀 太好了 一起来看下一题 台州市拥有227公里的海岸鲜 海鲜风味自然成为了临海人家必不可少的美食 朱喜法是近海渔民 对于他来说 船是家 海是田 从小随长辈出海 到现在已经几十个年头 渔船采靠岸 他正忙着清点一天的渔货 常年的风吹日晒 老猪皮肤又黑 虽然瘦瘦的 可身体却格外结实 海上讨生活 与人交流不多 让他显得有些许不善于言辞 除了四个月休于期 他和妻子全年有近二百天 都在船上渡过 每天面对风浪 选择向海而生 他们需要超过常人的胆破和智慧 老猪这次的渔货 早有老客户预定 大家彼此相熟 简单清点 一桩交易就完成了 近年来 在临海像老猪这样的近海渔民 还有很多 得益于好的政策 每天不错捕捞渔货 一趟下来有两千多元的收入 除去成本 能得一半的利润 海边人 在与风浪相处过程中 享受着自然的馈赠 徐军是一名厨师 他掌握着泰州美食的秘诀 作为百年国营老店 一到饭店 白塔桥饭店 人生顶沸 来的大多是熟客 只有在这里 才能吃上最地道的海鲜风味 墙上的菜谱 几十年没变 材料都看实价 泰州人餐桌上少不了水馋 旺潮和沙蒜 水馋是泰温地区最普遍的 产量很大 但因不好保存 所以大多在沿海供应 水馋若脂甘甜 比豆腐还要嫩 几乎要吸着吃 最普通的红烧 都能将其做成美味佳肴 沙蒜豆面 是泰州人的最爱 因为产量小 所以颇为珍贵 齐政委是一名厨师 烧沙蒜豆面 他最拿手 新鲜的沙蒜 有拳头版大小 烹饪前要将其焯水 充分受热 沙蒜体内的水分 自动排出 缩成蒜瓣的大小 再用高汤煮沸 放入高压锅温熟 豆面就是红薯粉 锅内放大油 将豆面炒软 再加入焖沙蒜的高汤 熬至粉条软烂 最后将沙蒜放入 两种食材搭配 服依简单的红烧酱料 一份沙蒜豆面 就完成了 那么问题来了 哇 中国真是地大物 拍哪儿的美食 都让你觉得 太香了 这个也是一样的 这个怎么不给我们弄一碗尝尝呢 忍忍忍忍忍 听 提了 台中工位 美食沙蒜豆面中 这沙蒜 它指的是什么 三个选项 A 海葵 B 海瓜子 C 海肠 我们看看三位助裁人 他们的判断 我首先要说一下 沙蒜豆面 我们来分析沙蒜 首先这个海鲜 一定是长得像蒜一样 它是取了一个形 是 海瓜子我吃过 小小的小贝壳 其实我们有时候 在扒蒜的时候 有一半是特别像那个小贝壳的那个蒜 所以我猜是海瓜子 海肠我也吃过 海肠长长的 细条的 特别鲜 是 据说以前的厨师 他为了不把自己的秘诀传给自己的徒弟 他在放某一种白色的调料粉的时候 他会把那个徒弟喝出去 那就是海肠磨的粉 特别鲜 当味精使 所以我觉得不太可能是海肠 因为海肠根本就长得不像蒜 跟蒜没任何关系 海葵 我没见过 但是大家听这个曲的 这个字面的意思 葵 葵花长什么样子 葵花一大朵 对不对 看来你是真没见过海葵 看来 真的是海瓜子的那个形 跟蒜是更相近一点 我觉得沙蒜豆面是海瓜子豆面 没错 能够说得清楚 但是只有一点也许有矛盾 谁告诉你这蒜的这形 就是得是一半蒜 它如果是一头蒜 蛤 你是不是也一半一半 对 你要说糖蒜 上来人们的整体也是一头蒜 刚刚说的那个海葵 我倒是见过 在那个海洋馆 就是张牙舞爪的 但是它那个光一打 就是五颜六色的 特别好看 好漂亮 对 但是刚刚视频里 好像看到了 我觉得好像跟我看到的 那个不太一样 所以我觉得 反正不是 海长的话是 那个焦东地区的特产吧 沿海的城市 我不知道就是有没有 我选的是 就是我看到的那个海瓜子 就是跟蒜瓣 就是长得就是很像 就是我觉得海洋生物 都是用这个形状命名的 成也一头蒜 半也一半蒜 没想到是蒜瓣的那个概念 对 有选海葵的 我 这个海葵 我记得以前看一些科普节目 说这个海葵特别好吃 海里很多动物都吃它 后来好像还激化出毒刺 但这拦不住人呢 你看人那个像什么河豚的海胆 是是是 真的能吃有毒 没错 也可以处理它 山葵我记得是 好像比较辛辣 那海葵我猜 我猜可能也是 差不多有点偏辛辣的 所以我觉得它更蒜 你告诉我每个海鲜 自己吃起来是辣的 有任何动物 或者是这 把自己长成辣的吧 也没准 植物能把自己长辣的 动物把自己长辣了 也没准 它又是辛辣的 这个世界之大 无其不有 天下之大 无其不有 那还叫它蒜呢 所以它就跟山葵比较像 比如说山葵辛辣的 它就取辛辣这个香味 然后它就可能是有蒜这个意思 为什么不喜欢海瓜子呢 我开始也想海瓜子形状比较像 但是这海瓜子它有壳 那个壳你想是剥了壳吃 还是不剥壳吃 你要剥个壳 还不够费劲的呢 还有刚才他说的这个 什么葵 像葵花似的 那个瓜子不就是葵花里长出来的吗 那个海瓜子 其实你要从形状来讲 那瓜子和蒜的形状也很像 哎呀 照你们这么说的话 海瓜子是海葵他儿啊 这是本场六道题的第五道了 而本轮呢 我不知道怎么 全排的三位助餐嘉宾很少选C 这次C又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 但是我相信 20位观众当中呢 有特别热爱C这个选项了 已经到执着了 不管他写什么 我都选C 我们不信再试一遍 好了 第五题 二十位 现场答题人 请坐 大 好了 接下来评选一下 三个选项各自的选择分布 选项A有九人支持 选B的有七人 你该怎么样 选C说海茬儿的 也有四人 我们是时候该尊重一下 选项C的感受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热血打 沙蒜就是海葵 这种软体动物 贪图泥沙居多 您做完壮弱蒜瓣 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沙蒜 若想吃上地道的沙蒜豆面 就要在适当的时候赶海 在沙地上亲自挖出来的小海鲜 味道才最鲜美 您选对了吗 电影馆黑海葵 答对的有九人 答错的有十一人 看看五题过后 二十人答题的情况 答对五题的两位 四题一位 三题五位 我的题还有一道 抓住机会 助差人也是一样 抓紧忽悠 抓紧贡献好不好 好 我们准备进入下一题 充满人文气息的历史名称 林海在经济领域 其实也是成绩斐然 听题吧 最后一题 林海市有多少家上市公司 选项A 十家 选项B 一家 选项C 七家 那么三位助差嘉宾 给出自己的判断和解释 玉石 你选C 林海市首先 江这个一带那块 它都经济特别发达 上市公司还是比较多的 像我们的东北可能洗浴 也比较发达 他们那儿就上市公司很多 所以就一家肯定就太少了 但是如果十家又太多了 你想林海市就是个县级市 县级市如果那这么多上市公司 那走大街上随便碰一个人 可能就是个高管 员工都不好招 招谁都是高管 所以我觉得十家也就太多了 所以太多的太少的都不选 就选中间的 而且今天这六道题都没有选C的 最后这句很有特点 选A 十家 我的理由很简单 因为沿海地区都非常的富庶 反正往多了猜 我觉得肯定是没错的 像在上海呢 就是我到咖啡馆去 都会听到别人说 我们那家的那个公司 要上市了呀什么的 不像我 我就只想上电视 就这么直接 对 我要有一个选项 第20个呢 我要再来个160家呢 那我肯定也是往多了选 好可爱好 直来江浙一代特别的富庶 它这个消费也特别高 所以我觉得当地的上市公司一定多 所以排除了一 而且现在上市呢 不像以前 你只能在主板上 现在还有创业版 还有海外版 有主板 各种版都能上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更多一点 在十和七之间 我选择A 十家 但是说实话 我现在心里特别打鼓 他为什么要把七放到C 这个C位 我往多的选 我选A 我选A 请注意 这是本场最后一题 是你离奖品最近的一题 请做大 选择选项A的七位 选择B的三位 选项C的有十位 到底正确答案是哪一个呢 请看屏幕 林海为中国沿海首批开放城市 是中国股份合作制经济 发想地之一 在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家 股份合作制企业 上市公司更是多达十家 分别涉及医药化工 汽车机械 户外休闲等领域 除此之外 泳泉秘菊 西兰花等农副产品 更是行销全国 乃至世界 2020年 林海市 入选全国县与经济 综合竞争力100强 投资潜力100强 对这座千年古城而言 积淀的远不止历史文化 更有厚积勃发的经济发展 正确答案选项 A十家 C这个选项害了多少人 本题回答正确的有7位 回答错误的有13位 三位助裁嘉宾 替大家来选择答案 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心理感受呢 第一点我没有去过林海 但是我看完今天节目的 所有的小片以后 我对林海这个城市 特别的好奇 没错 它的美食简直 我最想吃的就是那个 杀蒜豆面 我感觉刚才那饼挺好吃的 能不能给我打包子 还有一个 它那个古城 看起来是蛮有意思的 一个古城 当地的经济发达 这个我是以前就听说过嘛 对 但是没有想到 这么发达 让我特别好奇 一定要带孩子去逛一逛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也是我们特别喜欢你的 在答题当中呢 自己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它一直不断地在吸收各种营养 对 而且你越来越老谋深算了 对 好了 智慧 我希望我下一部戏 可以在林海拍 然后也尝尝当地的美食 想以后呢也去看一看 多旅游旅游 省着答题总答不对 好 所以我们也再次掌声 感谢三位助裁嘉宾 给我们提的各种良心的建议 以及各种勾 让我们跳下去 首先 本场 答对四题的 答对四题的四位 好 不错 他们分别是 二号 三号 七号位和十一号位 最后你们 来看 答对五题的十二号位 十六号位 五题就好难了 六题都答对的人 看看有吗 答对六题的一位 有 他成功了 掌声送给十六号位 好厉害 你好厉害 好 有请护将者上台领奖 也请我们的三位助裁嘉宾 给他们颁奖了 厉害 厉害